2009年是我第一次录节目 有一个节目叫《明星在行动》 就要找搞笑的人 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演进 我都不知道演什么 但是当时评委老师 是那个化妆师吉米老师 对 我叫 我叫 副了名的毒蛇 你刚把这眉眼都摘出来 挺漂亮的 但是这脸型上就是一本钻 你知道吗 所以我看到他当评委老师 我特别紧张 我说我这种烂表演什么鬼啊 结果演完以后 他就看着我 他说你知道吗 前面那些演节目的时候 我都快睡着了 你一上来我整个人醒过来了 你演得太好了 旁边还有一位老师说 我想问一下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说我现在在那个电视台当编导 然后呢就比较迷茫 也转不了正 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 他说你的未来就是失败 因为你连你未来想干什么 想做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的未来只能是失败 你是一个不出世的搞笑天才 你非常好笑 你应该抓住你这个天分 好好的搞笑下去 说不定你会成功 就是因为两位老师说了我这个话以后 我才重新实情我搞笑这件事情 太好了 所以特别感谢他们 真的